大家好,我是斐然 那这个视频的话 我们将一起学习我们的热点人物素材的金讲 也是我们的第一节 我们一共有三节的内容 好,那我们整个的这个课程的话 是围绕着我们春领行和春资料内容的一个金讲 今天的话 只要带着大家解锁的是我们热点人物素材的金讲第一节 今天斐然会带着大家来解锁我们的两个人物 第一个的话是陈云记 陈云记 第二个是江孟南 他们其实是在不同领域都发光发热 发挥自己独特光芒的两个人物 那在这两个人物中间的话 我会与大家分享这个人物它最主要的一些事件 因为我们写素材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呢 我们需要的是这个人物中间最核心的一些点 或者说它核心的一些事件 它最主要的事件有什么 那我知道这个事件之后 我要知道这个事件能够运用在什么角度之下 它能够运用的方向 比如说有两个或者三个 我集中遇到这两个三个关键词的时候 或者两个三个主题词的时候 我就可以运用上我这个素材了 我不仅会带着大家来讲解我们的运用的角度 还有现成的示范文段 带给大家素材的记忆 究竟以上讲到这些内容 怎么样把它压缩下来提炼最关键的点 去进行记忆 所以素材的记忆 励志的语录 OK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陈云记 陈云记的话 我觉得很多同学可能 尤其是我们这个 比如说是理科的 或者说这个很多男生 然后看到他之后应该会觉得 非常的有 非常的有光环 用天才少年来概括他 真的就是一点不为过 14岁的时候就考入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少年班 24岁就取得了中科院博士的学位 然后后来又晋升为研究员 然后参与入为了麻省理工技术评论杂志 在全球评选出来的35位 35岁以下的杰出青年这个榜单 33岁以下的荣获了 中国青年科技奖等等等等 五一劳动奖章 它里边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贡献 就是通过这个旁边的这个图 大家也能感受到 这里边有一句话叫做 让机器更好的服务人类 所以它腌制了国际上 首个深度学习专用的处理器的芯片 韩武G1号 等一会儿我们也会介绍到 韩武G1号 为什么说它的研发者给自己研发的芯片 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然后在国外也是非常的有声誉 然后取得了各种各样的奖项 那具体的话 我们先来看它的第一个核心事件 事件一的话叫做发现自己的人生使命 在这个事件中间的话 最主要凸显的是什么 陈云记他其实提到什么 他说他早早就树立了长大 要当科学家为人类进步做贡献的理想 对不对 所以啊 如果说你遇到一些话题 比如说这些话题的关键词 是我们的梦想 或者说理想 梦想的力量 理想的力量 或者说我们要立大志 这个目标 志向 立大志 这样的一些就可以写到陈云记 早早就树立了长大大科学家 为人类做进 为人类的进步做贡献的理想 所以十四岁就考虑了这个中科大的少年班 然后来到了这个中科院的计算所 随着研究员 然后朔博联读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这个成员 博士毕业之后呢 他就留在了这个计算所 成为了龙心 龙心三号的主要架构师 OK那陈云记的话 其实也在自己的这个采访中间提到 就是他研发的这个芯片 计算的复杂性是大大提升了 也没有很多现成的 可以参考的一些方法或者说方案 所以他只有不断的摸索 自己去排查出来怎么样的做这个策略 或者说自己怎么样去解决 这个当下的一些困难 他提出了快速完整的存储 以及智信检验方法 也解决了验证中间的很多的难题 OK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无人问津的工作 宝贝们很多时候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个科学家 或者说我们每一次表彰中间提到的这些人物 他们的成就都非常的伟大 那你说他们成就的背后是什么呢 他们成就的背后其实就是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干坐冷板凳的这种坚持啊 对这种坚持 每个周末都会工作到深夜 这种状态持续了二十多年啊 然后在08年的时候呢 他和他的弟弟就萌生了啊 开展人工智能芯片设计交叉研究的想法啊 所以呢 当时呢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就人工智能是处于低谷期 这样的一些交叉研究 其实是不被业内人士所认可的啊 所以呢项目申请也非常的困难 兄弟俩只能够在日常工程工作任务之外啊 来进行 花一些额外的时间进行研究 OK那这段艰苦的岁月中间啊 满怀着信念啊 最终的话啊 还是有了很大的突破啊 就是合作完成了第一个深度学习处理器架构的设计啊 把它命名为电脑 OK那这个片段的话 你可以用来写什么呢 写什么话题呢宝贝们大家思考一下啊 是不是你可以去写兴趣啊 你也可以去写坚持奋斗 这不就是奋斗吗 大家在这个平时的模拟考试中 会觉得奋斗这一类的话题 其实遇到非常多的 这就是坚持奋斗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啊 责任担当 在当时遇到不被认可啊 或者说在当时遇到那么多困难的情况下 日复一年复一年的啊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做着无人问津的工作 对吧 刻苦端研 或者说甘坐冷板凳 这样的一些精神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第三个事件的话 就是围绕他 就是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在这个片段中间 其实反而非常受触动的一句话啊 叫做 我哐起来的这一句啊 等一会儿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句话 前面呢 其实提到了说这个电脑 对吧 在这个 情形机的名字 随后呢 也因为这个研发逐渐的被人们熟知 这时候呢 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寒武器这个命名的由来啊 51年前呢 地球迎来了一次生命的大爆发 从那个时候起呢 地球进入了生命的新纪元寒武器 陈云记和同事呢 也将国际首款深度学习专用的处理芯片 命名为寒武器一号啊 那寒武器一号 他非常突出了一个优势在于 智能处理能效达到同期传统芯片的百倍啊 人工智能芯片呢 从梦想照进了现实 所以呢 就取名为寒武器啊 陈云记就解释说 希望这一款深度学习的芯片 能够遇到人工智能的新纪元啊 开启一个新纪元 所以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OK 那他呢 分享了这样的一句话 叫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很不容易 我选择在计算所 专心从事基础研究 从这你能读出来什么 首先第一个你能感受到 他是什么 专注的 专注于一件事情 把一件事情给做好 对不对 而且他对于他所研究的这个领域 他对于自己的这个方向 他是保持着一颗怎样的心态啊 是不是谦卑的心态啊 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 是很不容易的 就大家很多人会会陷入到一种误区 就是眼高手低 或者说觉得这个东西 对吧 就是不值得我花那么多时间去做呀 什么的 但是你看啊 像取得那么大成果的陈云记 他的眼中 他是怎么来看待这个东西啊 他说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 很不容易 是不是 保持着对自己工作 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个研究方向的一种 谦卑的心理啊 以及这种高度的专注 专心从事基础研究 未来呢 智能硬件在提升计算能力的同时 也会推进着智能算法的快速发展 究竟什么样的抽象 能够让神经网络涌现出更强的人工智能呢 陈云记也一直没有停下自己探索的脚步啊 一直在寻找着问题的答案啊 OK 那第四件事情的话 我们就要来分析一下啊 就是平凡科学家 你觉得他平凡吗 宝贝们 你觉得平凡吗 你看他的成果 你觉得好像 好像呢 就是不平凡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实际上我们前面在提到一个细节的时候 就是做无人问津的这个工作 对不对 他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组概念啊 思辨的这个概念 平凡与伟大 你从他的成就 或者你从他这个突破上看 你觉得他的贡献是伟大 但是呢 这个伟大背后却是什么 确实有平凡孕育出来的 平凡中孕育的伟大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啊 做了这种基础的研究 是吧 那么多个日日夜夜啊 投生进去 可能每一个单独来看 他就是一个平凡的日日夜夜 但是呢 累积起来确实孕育了这么伟大的成果啊 对 39岁 然后在国产处理芯片 国产处理器芯片 腌制第一线 已经工作了20多年 二多年以来呢 他腌制了一系列具有国际理线水平的处理器芯片啊 带领团队也突破了深度学习处理器 设计中间的规模啊 适配啊 能效三个核心的挑战 腌制成功国际上首个深度学习的处理器芯片啊 然后呢 取得了一系列这个突破啊 如果说是你突然看到他的话 你很难得 比如我们前面也看到他的图片 对不对 你觉得他好像跟这个很多我们印象中间 冒迭老人一般的这种研究者是不太一样的 很难把这张娃娃脸和一位吕霍仲奖 担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权威科学家给联系起来啊 但是他对科学的热忱和极富逻辑性的言谈 其实是门外汉你也会幸福 与他名字相关的一系列的成绩和荣誉啊 国家自然科 国家自然科学奖的二等奖啊 这个我就不再一一说了啊 这个五一劳动奖章 你看面对那么多的荣誉 他是怎么说 他认为自己是一名为科学燃烧的理想主义者 科研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攀登 对不对 日复一日的攀登啊 理想主义者 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谈论到这个话题 就是平凡与伟大啊 平凡中孕育者伟大 OK 那我们刚才其实梳理了 他最主要的几个事件啊 那陈云记的素材可以运用在什么话题之下呢 宝贝们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 首先第一个的话坚持奋斗 坚持奋斗这个点啊 是我们在模拟考试中间很通常运到的 比如说可为与有为等等 对吧 他其实都是和奋斗相关的一些词啊 所以大家在运用的时候一定要灵活的去处理啊 坚持奋斗呢 嗯 可以说啊 是陈云记的青春关键词啊 就青春关键词是奋斗 12年前 五国通用的CPU的芯片烟发还处在最单准的位置 比125岁的陈云记敏锐的意识到 只有盛应智能时代的趋势 提早去布局智能算法和芯片设计的交叉研究 才能弯道超车 但这条道路呢 没有想象到那么平坦 他相关的研究成果多次 像体系结构顶级会议投稿 最终都是被拒稿 对吧 包括前面我们其实提到 他的研究也是不被人们看好啊 哎 然而没有论文招不到学生生不到项目 这些摆在面前的难题 并没有让他放弃智能芯片之梦 他将研究中的冷遇与孤独 是做成长必经的磨练啊 用了多年的坚持换来了后几国发 陈云记带领团队研制成功 国际上第一款深度学习 专用处理其芯片韩武纪一号 其智能处理能效为传统芯片的百倍啊 只有愤怒了人生 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 能够怀着对科研的虔诚信仰 对国家的极致热爱 在实现自己科技报国 科技报国 对不对 科技报国理想道路上 持续奋斗下去 就是最大的幸福 陈云记说啊 你看怀着对科研的虔诚信仰 对国家的极致热爱啊 所以呢 坚持奋斗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 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啊 所以坚持奋斗这个方向 大家可以以后去运用到陈云记啊 OK 责任担当 你看 其实它都是大家非常常考 常遇到的一些话题啊 中国缺心少评 在科技强国的路上 在创新报国新征程上 处处有年轻的身影 他们干坐冷板凳 啃下硬骨头 争作排头兵 在关键岗位和技术公关中 永挑中担啊 空间客难 以朝气空拨的形象 以青春之我 奋斗之我 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为国家的科技自力自强 融会了磅礴力量啊 青春之我 奋斗之我 所以陈云记就是这样的一份子啊 25岁的时候 成为八和龙心三号的主要架构师 带领团队研制了国际上 首个深度学习 专用处理器的芯片 融入了 这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提点出来 最主要的一些事件 对不对 融入了深度学习算法的芯片 比同期传统芯片能效提升百倍 这样工作 随后被发达国家 多个著名机构跟踪引用 他们带领团队 将冷门作热 为我国在该领域赢得了 一席话语权 就是科技强国这个点 对不对 所以责任担当啊 面临着我们国家 在这方面的一些困境 所以他永跳重担啊 责任担当 OK还可以去写什么呢 还可以去写勇于探索 作为一名科研人员 在未知领域的科研探索时 可能会感到孤独 尤其是别人没有做过的研究 会更感到孤独 有科学理想的应用者 应该偏离一般意义上最优路径 有勇气去探索冷门 对吧 干做冷门的 去探索未知的领域 陈云记啊 就提到了这个点 多次的这个研究啊 开辟了这个新的方向 一直在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在科研中间勇于探索 无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啊 对 也可以去写什么呢 热爱 对吧 热爱梦想兴趣等等 这些点啊 预较踏实地 陈云记说 一个真正热爱科研的人 大脑一定无时无刻不再思考问题 他也曾经对记者直言 看上去我在跟你交流 实际上大脑还是在思考科学问题 他形容啊 自己像一台上足了八条的钟 996007都是浮云 因为热爱工作从来没 对吧 从来没点 在获得了五一劳动奖章 这个称号之后呢 他也表示科研人员 为普通劳动者中间的议员 对吧 跟其他行业也是一样啊 一方面要苦干 一方面要会干 成功的理想主义者 在实现理想的每一步时 都是现实主义者 正是因为他对科研工作的热爱 以及他将苦干 会干 有机结合的付出 将理想的美好转化为现实 对吧 这也是我们讲 这也是我们经常讲的 这个理想与现实 对吧 理想怎么转变为现实 梦想如何照进现实 就是靠着这个脚踏实地啊 OK 那最后的话 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内容的话 它其实是关于一个人物的方方面面的一些素材啊 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原始素材 它是没有经过加工的 那如果说我们想写作中间运用到这个点的话 怎么样把它变成一句话素材的话 这就涉及到我们素材关键信息的一个记忆了啊 所以呢 大家记忆的时候呢 可以按照人物 对吧 这个人它是一个 它的名字叫谁 你可千万不能弄错了 人物 身份是什么 评价 或者说突出了一些成就 这里边有没有一些代表性的一些 对吧 突出了成就 比如说首个 对吧 我们刚才讲的首个这个点就不能够落下啊 然后呢 也可以加上我们刚才讲的 素材的一些关键词 关键词或者说关键运用的一个方向啊 陈云记名字2022年全国武艺劳动奖章获得者 研制了国际上首个深度学习专用处理其新线寒武纪一号这些专业的名词 对不对 表示他全面这些专业的名词 需要积累那么一到两个啊 被成文期刊评价为该领域的先驱和公认的移民者 你可以用来写什么 用于探索啊 脚踏实地为理想奋斗等等啊 说他是为理想奋斗的攀登者 OK不OK 好陈云记的话啊 励志名言分享给大家两个 但是呢我更推荐第二个啊 所以大家可以把第二个记下来 第一个的话他说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有一定的价值 尤其是对科学院的青年工作者来说 如果能找到这个使命 找到自己的使命 找到自己需要研究突破的这个东西 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啊 第二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点 专注专心去完成一件事情 而且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个事情的这种谦卑心态啊 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很不容易 我选择在计算所专心从事基础研究 好那我们的资料中间的话 其实也给大家梳理了这些记忆公式和写作的方向啊 所以大家就是在平时的过程中也可以及时的运用我们的资料进行广布啊 OK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解锁我们第二个 第二个人物的话是江梦南啊 来我们一起梳理一下江梦南他身上有哪些主要核心的一些事件 以及运用的角度示范的文段给到大家呢 首先江梦南的话 他是获得了这个2021年的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这样的一个奖项啊 嗯他其实身上非常难得的一个点在于他是一个完全失聪的人 但是却能够啊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最终考入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博士啊 对还是非常了不起的啊 然后就足以这个生物信息学的专业啊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这个人物的话他身上最主要的第一个核心事件就是自立者起自强者胜 为什么反而要先给大家分享这个点呢 因为嗯你会发现在我们这两年的这个考试中间 其实有出现一些就是关于自立自强 对吧或者说关于这个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 哎或者说这个强与弱这样的一些辩证的 对吧 这个点上的话啊 其实运用姜本兰的素材就非常的好 都市街道上的车水马龙 人生嘈杂对于这个 普通人来说呢是熟悉不过的 但是对于姜本兰来说所有的声音都是陌生 甚至是可怕的 因为在三年前装上人工耳窝之前呢 他什么也听不见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从小几乎完全丧失听力的 他在父母的帮助下通过读唇语 学会了听和说不仅没有诗学 而且一路考出了偏远的瑶族乡镇 考上了清华的博士啊 他说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听不见 就把自己看成一个弱者 我相信自己不会比别人强 我也相信事情可以做得更好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其实提到的这个点 在2021年的新号全国医卷里边 其实考了强与弱这个点 在材料中间啊 他也引用了说人的身体会天天变化 目不明可以明 耳不冲可以冲 这其实非常就是姜木兰的一个写照啊 对目不明可以明 耳不冲可以冲 你可能是守护弱者 对不对 但是你通过自己自强不息的坚持的奋斗 你也能够变成一个强者 自立则起 自强则胜 那你说他怎么变强呢 他变强的路上是一下就变强了吗 并不是啊 29年前小孟男半岁的时候呢 因为肺炎误弄药物 佐尔呢损失了大约 佐尔损失了大约 105分配相当于直升机飞起的 声响的这个听力啊 幼儿的听力呢 经常就完全没有 所以呢被诊断为了重度的神经性耳聋 父母会抱着他坐在镜子前 让他观察 他来观察 观察这个别人和自己说话的口型啊 进行八音的模仿片 一遍遍的去纠错 姜本来一个字 念一万遍我能够学会 你看别人可能一遍就学会了 他要念一万遍才能够学会 父母都已经很开心了 可能有一些口型还非常的像啊 有一些这个字音读的非常像 他就要把我的手放在他们的嘴巴附近 感受这些气流 刮有气流 而刮没有 需要很多遍的反馈 才可以慢慢练成这样的一个肌肉技艺啊 OK 所以在这个点上的话 其实就告诉我们 你说你由弱到强的这个过程是什么 并不是我躺平 对吧 我就由弱变强了 而是别人做一次啊 你要做一百次 对不对 反复的这个训练啊 这样下来 即使原来你很柔弱 那你也会变得十分的强弱 所以这叫人一几百 虽柔比强 OK 常常呢很难想象在无生的世界里面 小孟南是如何通过海量的重复和练习 学会说话和读存语的 哎 孟南没有上过一天特殊教育的学校啊 因为他的父母呢 坚持要让自己的女儿去公立小学读书 但是没有一个正常的小学肯接收他啊 以至于到了上学年龄 无学可上了孟南 有多上了一年学前班啊 但是呢 江孟南的父母其实 我觉得无形中间也影响了他啊 就是让他 给了他这种很乐观的 或者说换一种心态去看问题的这种品质啊 孟南的父母呢 就安慰他说 听不见是既定的事实 与其怨天游人还不如用最大的努力去克服这点 于是呢 在学校里把孟南靠着 坐在教室前排读老师口型来听课 并凭借着金人的努力和记忆力啊 八分学习 成绩是明月前茅的 甚至为了补上学前班多读的那一年 他在四年级暑假 就自学了五年级的所有课程 开学呢 就跳起跳到了这个六年级啊 所以还是我们刚才说的 你要付出给别人更多的一些努力 而且呢 他的父母其实也给了他这个积极的一个心态啊 迎接挑战 打破桎 就这样呢 浩乔孟南一路以非常优异的这个成绩啊 考上了吉林大学的本科硕士 并且啊 最终在2018年的时候 考上了清华大学生命与科学学院的博士啊 为了测试自己还有哪些潜力可挖掘 三年前呢 孟南装上了人工耳窝 终于人生第一次真切的听到了这个世界啊 浩乔孟南说 冷不定哪一天会听到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 我开始听见了鸟叫 听见了青蛙在叫 或者听到了一些很美好的声音 但是呢 新的困难也接踵而至啊 为了建立耳窝里听到的声音跟文字之间的联系呢 他还需要不断的进行持续性的听力训练啊 而且呢 清华的这个学业压力也非常的大啊 每天呢 面临大量的专业研讨 孟南的人生 仿佛每一步都是困难模式等待着他去克服啊 所以在这的话啊 就是迎接挑战 迎接新的挑战 去适应这个人工耳窝 去反复的进行听力训练 然后完成自己的学业啊 但是呢 接下来我觉得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事件四啊 在这个事件中间的话 嗯 你会感受到啊 就这个小姑娘身上其实是有大大的能量的 2020年的时候呢 孟南当选了清华大学学生无障碍发展研究协会第五任会长 这些协会的创始人呢 是他的学长自幼因重症坐上了轮椅 去年刚从这个清华的计算机博士毕业 然后在这个协会里边呢 他看到了清华对无障碍的支持与重视啊 所以呢 在得知啊 很多这个残障同学的需求之后呢 学校多个部门也下大力去对自己对自己学校的宿舍楼啊 教学楼啊 进行了一些无障碍的改改造 那无障碍发展研究院呢 老师们也四处奔走啊 清华三年在繁重的学业和科研之余 他坚持和老师同学们一起致力于向社会公众 向这个校内外的师生普及无障碍的理念 推动校园无障碍环境建设 OK宝贝们 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来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 思考一下啊 我们这个片段可以用来写什么呢 可以用来写什么呢 想到了没有 之后你可以去写啊 这个奉献 你可以去写这个爱心 还可以去写这个人文情怀 我们要关注到人本身 关注到人的需求 我们的弱势群体 我们的惨障同学等等等等啊 所以呢 孟南也在致力于啊 推动校园的这个无障碍环境的建设啊 用自己的光去照亮更多的人 好 那这个感动中国呢 给孟南的这个颁奖词 我觉得写的也非常的好啊 首先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他的事例啊 半岁的时候 双尔失聪 但是他通过读存语 读存语学会了听和说 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 成为家乡小镇上近年来 唯一考上中年大学 最终念到清华 最终呢 去清华念博士的学生 他的目标始终是明确 那就是解决生命健康的难题 你觉得 你和我们一样 我们觉得是的 但你又那么不同寻常 从无声里突围 你心中有嘹亮的号角 无声 点出来了他这个 他身上的一个特点啊 心中有嘹亮的号角 新时代里你有更坚定的方向 先飞的鸟 一定想飞得更远 持开的你 也鲜花般怒放啊 那孟南可以运用在哪些话题之下呢 宝贝们跟着我一块梳理一下啊 有智者是进城 对吧 有智者是进城 这儿的话还给了你一个 不止一个例子啊 所以你完完全全可以把它积累下来啊 有智者是进城 且看苏子被贬黄州 望美人系天一方 却一座烟雨任平生 试图的不畅 成就了旷古绝经的苏东坡 且看江梦南 于无声中突围 成为清华大学生物信息学博士啊 先飞的鸟 一定想飞得更远 持开的他也鲜花般怒放啊 所以我们留给世界的是 坚定执着的背影 世界回馈我们的 必然是有智者是进城的欢心 还可以用来写什么呢 挑战命运对不对 命运面对命运的不公 然后挑战命运自强不息 半岁失聪 这其实每一个素材 大家都会发现啊 抓住了他身上最核心的 这个点来展开 半岁失聪 然后无声世界里突围 最终呢 到清华念博士 敢于命运抗争 所以战胜了苦难 成为顶天立地的人啊 每一个了解了他世界的人呢 都会在震撼中感到振奋 这种拼搏精神 不正是自强者的风貌 这也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 他身上的一个 自强不息 自立自强 这样的一个点啊 这样的一个关键词 狂风巨浪拍不碎 自强者的梦想 荆棘磨难 击不垮自强者的信念 所以宝贝们 非常标红的这些话 大家可以进行一个积累啊 对你下次再写自强不息 自立自强的时候 其实你就有很多 现成的一些表达 可以去运用了啊 自强不息最终让玫瑰 灿烂 绽放 啊 挑战命运自强不息啊 所以这个我就不再说了 这个素材的话 他写的会稍微长一点啊 大家也可以对他进行 适当的压缩啊 自立自强 使他不断克服自身障碍 抱别满 大家会发现啊 我们给的这个文端啊 他写的非常的标准 他在中间 其实一直在紧扣着这个关键词 对吧 反复出现自己话题 或者自己论点 分论点 这些关键词啊 远超常人的教人成绩 命运者对强者的回馈啊 生活对于强者 总是显出偏爱 给予他奋斗中的动力与希望啊 而对于弱者 你看对于强者是怎样的 对于弱者生活无暂顾及啊 让他在这个自愿自己中迷失 所以还是我们刚才说 强与弱的这个思辨关系啊 拼搏奋 对吧 拼搏奋斗这个点 应该大家都能够想到啊 都能够想到啊 拼搏奋斗 包括我们前面其实提到了这个挑战命运 对吧 挑战命运自强不息 OK 适用角度三啊 拼搏奋斗 以及我们后面的这个四 做命运的主宰 然后五 OK 那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 这个适用角度三 拼搏奋斗这里的话 你就可以写他以他坚韧顽强的拼搏金身 对吧 书写了不屈不挠的奋斗篇章 然后了解他故事的人都为之深深感动啊 也可以写他在不屈不屈的帮助下 突破无声世界的束缚 感受到了奋斗的意义啊 品尝到了甜美的回报 好 做命运的 这个的话 这个 居立夫人 他引用了居立夫人的名言之后呢 他马上就说了 说像居立夫人一样啊 选择这个绝不屈服 从无声的世界里突围啊 想 这个心中啊 始终想着迎接挑战的强音 哎 人一几百 对吧 别人练一次 我就这个做一百次 这样的话啊 即使我原来是弱的 那后面我也会变强啊 对反复的这个磨练啊 自己顽强的意志和毅力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啊 在江梦南 这个人物素材身上 最核心的一些 关键的信息是什么 首先 姓名江梦南 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 神经性耳容 他患上了神经性耳容 半岁就失聪了 通过读唇语 学会听说的清华 对吧 通过读唇语 学会 学会听说的清华博士 或者说 通过读唇语 学会听说 去清华 念博士 都是可以的啊 挑战命运的强者 自强不息 拼尽全力的 奋斗者的姿态 那接下来的话 给大家分享一句 他的这个名言啊 这句话的话 其实你可能 在别的地方也听过 但是放到江梦南的身上 你会觉得 无比的合适啊 我想告诉大家 坚持 别练一遍 你练一百遍 坚持就是胜利的法报 不要因为在这过程中 受到了挫折 就放弃 不是因为看到希望才坚持 而是因为坚持才能看到希望 OK 那我们一起梳理一下 我们今天讲到了两个人物啊 第一个的话 是我们的陈云记啊 是一名优秀的啊 天才少年 这样的一位科学家 第二名的话 是江梦南 是从大事 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啊 然后能够去清华读博士啊 这样的一位人物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本次课的所有内容 后续的课中 也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记得按时观看哦 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拜拜 宝贝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